色上衣的男子大摇大摆地走在铁柜上 接着还不断地徘徊到另一个铁柜 四处张望 不时还低着头 看看地上仿佛像是逛大街一样 民众就在河道的对面 拍摄到一名男子 在我后方的铁柜上徘徊四五分钟 很危险 我觉得看着怪怪的 他都不怕 那些爱照相的爬上去 自己偷偷爬上去 我不敢说没有 可能会有 事发地点就临近网红 打卡顺地 清水五福寸自行车道 当地常有游客会在红桥上 排往美照 在等待并捕捉列车经过的身影 不过仍有当地的居民透露 还是有游客会为了取景 爬到铁柜上 有到夏兰里来游玩的话 千万千万不要走到铁柜上面 去走路太危险了 实际到现场看 铁柜周围只用了铁丝网围住 而且有些地方还放有时间 轻轻松松就能跨越铁丝网 站到铁柜 本分局迄今会接获民众或 司机人相关报案 依照铁路法第57条及70条制规定 违反该项规定可处新台币 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还 男子牌怀到铁柜上 究竟是为了取景 还是有其他用意 警方还要再查 违规罚前事效 若是列车经过一个不注意 撞了上去 后果不堪设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